汉本遗址或文化部审议通过定为国定遗址 但沟路总局提到 2018年通车时程恐怕将会延后 如何让遗址获得妥善保护 且不影响用路安全以及通车骑程的方案 4号立法院交易及文化委员会 立委也相当关注 如期能够完成当然 可能如果不能的话 大概要拖多久 我觉得这必须要跟花莲的相亲做交代的 第二如果要变更的话 工程的费用可能会再增加 这个部分是交通部要解决呢 还是文化部要解决呢 至于工程后续的完工通车的日期 我觉得还是要由交通部 他来对社会来说明 那我想文化部我们基于文资保存的职责 我们会跟他密切横向妥善的协调 部长你可能要交代一下贺部长 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要非常的清楚要快速 汉本遗址主管单位由宜兰县文化局 变成文化部 苏花改是否因此延期通车 立委要求文化部跟交通部协商过程 应该公开透明 至于相关附属设施的工程施作 希望朝贡购方案进行 可不可以进行就是召开 类似就是公开征途的计划 促进民间参与 让汉本遗址跟苏花改工程的贡购方案 能够广泛的触发社会讨论 但机房怎么做 还是的确需要再协调 所以后续相关的附属设施 工程的施作 我们会求最小破坏跟最大保存 那这些能够克服的话 我想共构这个方案 整体我们会请交通部提出来 在文字审议委员会审查 我们也会进一步来跟社会讨论 汉本遗址升格为国定遗址 东部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许传胜表示 目前设定三项目标 108年通车目标仍维持不变 持续在遗址保存下 如期完成工程 苏花改工程不改线 但交通部跟文化部是否能兼顾 移植保存跟不影响通车的时间 还有待最后方案出炉 这是亚宝许家荣台湾市采访报道